为何灭绝师太惠人是杨过 你看灭绝的情人是谁 被金庸惠笔删除 金庸笔下的黄山女极其神秘 金庸也没有详细阐述黄山女的真实名字 她的父母是谁 不过黄山女的脸色和小龙女一样苍白 加之黄山女姓杨 读者们自然第一时间将她视为神雕侠侣的传人 黄山女容貌秀美 武功卓绝 她使出《九阴真经》里的武功击败周芷若 并将武木遗书和《九阴真经》交到张无忌的手中 此时的张无忌再也按捺不住 她当着群雄的面询问黄山女的方名 只见黄山女微微一笑 留下了一句 中南山下 活死人物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 一叹的是 此时离神雕时代相聚了百年之久 加上杨过带着小龙女退运之后 姚无一气 就算张无忌是名门之后 她也不知道黄山女口中的神雕侠侣是何方神圣 书中这么学的 张无忌摇头道 之后咱们见到太师傅 请教她老人家 或许能明白其中缘由 张无忌此言非虚 张三丰乃当时的武林之尊 活了110多岁 自然伯古通经 早在张三丰十三四岁的时候 她就在华山之殿和杨过游过一面之缘 那时张三丰毫无实战经验 被蒙古三杰之一的尹克希 奏得鼻青脸肿 是杨过传了张三丰三招 这才助张三丰打开了武学天地 长言道 人走茶凉 神雕大侠杨过的名声再响亮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淹没无闻了 有意思的是 根据连载版《以天屠龙记》的设定来看 《以天时代》除了张三丰 郭湘之外 灭绝师太居然也认识杨过 郭湘创立了俄眉派之后 他后来将掌门之位传给了《封灵师太》 《封灵师太》原济前 将掌门之位传给了《灭绝师太》 《灭绝师太》武功高强 性情刚烈 不管是对待魔教 还是对待爱徒纪晓福 《灭绝师太》都是出手极狠 毫不留情 出毒以天屠龙记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问题营绕心头 《灭绝师太》为何对名叫恨之入骨 还在临死前逼得周执若挖下毒势 以至于周执若黑化入魔 害得张无忌数次陷入凶险万分之境 难道是因为张无忌卑鄙无耻吗 当然不是 张无忌善良大度 永远只记得他人的好 在万安寺的时候 眼见《灭绝师太》从高塔一跃而下 张无忌使出了乾坤大魔位 要将《灭绝师太》顺势救下 然而《灭绝师太》绝不受名叫的恩惠 所以毕生功力发掌相抗 导致惨死于万安寺塔下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灭绝师太》不可理喻 或者觉得《灭绝师太》过于小气 其实你若读了连载版的《以天屠龙记》 就会知道 《灭绝师太》之所以痛恨名叫 痛恨张无忌 和他深爱的一位情人有关 在金庸最初的设定之下 年轻时候的《灭绝师太》 可是一位大美人 他和一位叫方老英雄的男子越走越近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书中是这么写的 河南南风金瓜锤 方平方老英雄 有一晚突然被害 墙上留下了杀人者 混员霹雳守成坤 十一个穴子 音速速道 那方平是峨眉派的吗 于连周道 武士 他顿了一顿 道 前辈的私事 咱们远不该背后谈论 只知灭绝师太少年时 是武林中出名的美人 后来他忽然出嫁为宁 方老英雄便自断一臂 终身不取 张翠山和音速速同时呕了一声 明白灭绝师太和方老英雄少年时 想是一对情侣 不知为了什么缘故 无法成婚 于是一个出家 一个便断壁一爆 临到老来 方平竟为谢逊杀害 灭绝师太自非替他报仇不可 这一段原文包含了两个信息 一 灭绝师太和方老英雄 本是一对恩爱的恋人 后来不知出于何种缘故 灭绝师太突然落发为妮 而方老英雄则自断一臂 终身不取 不难看出 灭绝师太是郭湘为偶像 这才有了灰剑斩情司 陪伴清灯古活的壮举 而方老英雄则是杨过为偶像 这才效仿杨过自断一臂 二 灭绝师太仇事名叫乃至张无忌 是有迹可循的 他虽然顿入空门 但他曾深爱过的情人 方平竟命丧 金毛世王谢逊之首 看到这里就能理解灭绝师太 为何宁愿一死 也不愿接受张无忌的救助 而且随着灭绝师太的离世 整个一天时代 使得杨过的 恐怕只有张三丰一人了 此外 不知出于何种缘故 在随后的三连版 以及新秀版里 灭绝师太的这位昔日情人 被金庸大笔一挥 删得干干净净